医生断定Sara只能活到三岁 她 奇迹感度过了十二个年头 Doris回望以往女儿多次徘徊死亡的边缘 体会到生命的无奈 但是前面的日子又怎么办呢 《欣语之声》制作之啟导版VCD 回头看 内容包括见证及短讲 欢迎以捐献形式杀取 查询请念《欣语之声》 亦都可以浏览《欣语》网页 www.sobm.org 一般男性怎样可以更有把握地处理 繁复的人际关系呢 由香港资深辅导员叶曼寿先生 以专业观点分析男性的内心世界 以及各个切身的关系问题 为现代男性提供正确的出路 《欣语之声》制作生活信仰系列之 《欣语之声》 言以制成CD光碟 欢迎以捐献形式杀取 《欣语之声》 踏遍黄沙万里 追寻《欣语之路》一个个未解之谜 探索中国文化历史背后的情怀 《欣语之声》制作千古奇迷二 试楼片加长版VCD或录影带 传统5集 令家制作发水 收录电视以外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以捐献形式杀取 查询请念 18003520053 或浏览《欣语之声》的网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年加拿大的政坛生涯 林思齐博士强者的耐心 原来很感性 一首都唱不上 唱唱一下哭 唱唱一下哭 多年来捐助众多的教育基金 社区建设 别人会以为他只是关注大事 如果不是申请十万八千 也不要跟他说 不是 是做个头发都行 我想让他笑 参加一点哭 踏过无数风浪 他同样遇到最难过的一关 我自己坐在这里 跟神说 英文的字叫做 Why 为什么 有没有搞错 林施齐博士 曾经担任加拿大卑诗省的省督长达七年 是加拿大第一位华裔省督 他亲民感言的作风一直为人拥戴 虽然经过不少的政治难关 但是凭着真诚、爱心和智慧 林施齐赢得省民和传媒的高度赞赏 主张种族和谐的他任内四出演讲 亦致力加强卑诗省和亚太区的发展 被称呼为加拿大最忙碌的省督 林施齐博士在加入政坛之前 一直都关心社会上各种需要 多年来都以私人身份 捐献了很多社区建设和教育基金 他做事的信念是怎样的呢 我时时觉得我的生命都是很多之多彩 有些人说你当然啦 你出门遇贵人 你想做什么的时候 你就遇上香港那些贵人 我说不是啦 你就是你最重要的那个贵人 你自己不是靠人 不是启发什么 你自己启发自己的内心 那个内心是什么 我做尽吗 我指着手指非常高 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 不要自己要和自己包 你包一件事就可以 包你尽力尽心尽意 就是这样 八十多岁的林施齐一直都很喜欢种化 这些实在是玫瑰 但是平时的人说玫瑰 玫瑰就是那些好什么的 但是这些玫瑰呢 是古老的玫瑰 传统的玫瑰 你怎样砍它去哪里 它都生的了 我喜欢它很单纯 你看多漂亮 花也都是令林施齐在四十岁的时候 放弃香港嘉华银行总经理的身份 全家移民温哥华的原因之一 到去Busha Garden看到 欢喜到两夫妻流眼泪 就因为我们这么喜欢太自然 喜欢这么漂亮 于是一定要来温哥华 如果Busha Garden这么漂亮 温哥华来到的时候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花 为了忠于自己理想的生活 在被邀请担任省都的时候 林施齐原本答应 只是任职三年 但是由于正职突出 民望又高 林施齐博士被多番挽留 直至得到英女王预准 1995年 林施齐终于可以宣布退休 他最后一次出席省议会 竟然放弃传统的总督大礼服 改而穿上平民的礼服 退而不休 林施齐希望有更多时间 林施齐和太太继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但在这个时候 林夫人陈坤仪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我听到那个赵费的医生 在赵费的房间大声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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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看下去 全部都满了肺癌 好了 自己两夫妻相对妻言 她是一位很大的支持者 我父亲一直在为他 我认为他能够去 他能够去做不同的事情 和谈论别人 和别人感到不同的事情 他一直在为我妈妈的帮助 一直在背后他 到最后他说 我看着我都不太好 我女儿觉得那个忠气无耀 她是没有说痛啊 这样就我 两个握着一手 她就去了 我的爱我的爱 都不能为我 它最辛苦的时间 在大晨时 那是那时候 他讲我母亲 交谈论 他们的思考 跟他聊天,聊天,聊天,聊天 那是很疲倦的 你等你自己想 一天問為什麼 就一天拿不到答案 什麼時候才拿到答案呢 就是主啊 我接受 我信服 那心情才可以平下來 才可以平下來 有時候我們談 他說 覺得 他 去葬一個地方 人在樹 又在地上 他寧可是火葬 就在這裏 在這裏外出 大陸開始 他留到哪裏 就去哪裏 留回香港 又在香港 哪裏好 他是鼓勵我 所以他不容許我 有頹喪 或者失智的情形 他肯向好的時候跟我談 啊 這樣 所以我每次跟他聊天 都談完之後 他不是說 蓋下我 你看你又不行了 又不行了 不是 不怕不怕不怕 神帶領我們 不怕不怕不怕 我們有的事朋友 不怕不怕 有很多人相信你 他就是 在長時間 我們有很多人 當他犯罪 她就有了 她有個到 mont澤 她想去 她就懂得 你 behö不怕 你為什麼 她為什麼 她沒有 通常 她完全相信 神 那是 我 博士能走出这个低谷 原因是什么呢 在我很深的困难 在幽谷的树的时候 这些音乐 给了我力量 为我有了力量 觉得 我们不要想着万念佳灰 不怕 又想起我太太 说过 我去吧 明天才见面 我不应该 不应该就是埋烟 为什么埋怨神 我反而要接受 神自愿就要入我的心思 这些音乐太好了 我自己站在司班台唱的 对正正的他坐在前面 他从头到尾都在 握着手巾抹眼泪 他会觉得 这位神真是很伟大 他的爱是无微不止 他每一首圣诗都告诉我一个故事 是一个关于基督的故事 而是一个很 每一个都是很完整的故事 告诉我们 我们做基督徒有什么 起落 有什么是优秀 有什么是可以交给神的 我觉得这个宝藏里面很丰富 燦烂的花朵 感人的圣诗 都鼓励着林施齐博士 将对太太的怀念 化为帮助他人的动力 其中一样 是成立了林陈坤儿媚义基金 Dorothy Lam Make a Smile Fund 有一位姓邓的 叫邓淑慧 他又是岩征末期 在这个西部太阳报那些 我看到我的朋友写的年载 一个礼拜一篇 我看一看这么久 流泪这么久 有些人捉错了 用神意为说 这个你整一个基金 是纪念你太太 make a smile 如果不是申请十万八千 也不要跟她说 不是 是整个头发就可以 我想make a smile Chalena Tang 当时她是 Terminal illness 她就想她 生命 当她还在生命时 生命舒服点 我爸爸 特地是小小东西 都喜欢用钱 让个人 高兴点 and to improve their life 她有 another love in his heart 在她的心书 就是外出面的那些人 怎样来 来帮到他们 花除了她外表漂亮 她有实际的效果 她一定要结果 所以花不是虚有其表 全部都有目的 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相信做人也是这样 很多人是不会聆听人的 只得自己说 但在她身上我看到 她是真的听 她听你 然后她去体会 然后她试下跟你 在心灵里面去联系 然后把基督这份爱带给你 凡事都揭尽所能 林思齐找尽每个机会 和人分享生命的喜乐 有些有钱人 有钱就未必肯出的 但她很慷慨为整个工作 她有很多新鲜的招 于是她就去 我们可不可以去 见我们冰冰拖桌这么旧 不如买几张新冰冰拖桌 请几个博家队的教授 来教学生打 主任林博士本身是一个很大的 在背后推动的力量 甚至我们扮演小朋友的活动 林博士都亲自来到小朋友训练班里面 跟小朋友 甚至跟家长来聊天 奴博是神的奴博 不要夸口 不要畏着其他的理由 担任卑士省省督期间 林施齐博士大力推动种族和谐 赢得很多加拿大人的赞赏 而她上任之前和赛任之后 都一直提倡家国多元文化政策的重要性 我和林博士相识之后 谈了很多关于在加拿大 新来的华人 在加拿大的看法 在加拿大我们的角色 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位置 应该如何做 对于加拿大的国策 多元文化 我们大家的看法 真的很相似 譬如好像怀疑康中心 如果不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下 我相信就不会像今天那么成功 也都是林博士给了很多鼓励我 我觉得她对人的关怀 是出自一个真心 她真真正正关怀 她认识那些和她不认识那些朋友 譬如我说起老人家 林博士是问很多东西 和给我们很多意见 对老人家的关怀 对小孩的提携 我也可以在她子女行间之中 可以明白到她对人的真诚 和对人的关怀 是出自个内心 我们认识的朋友之中 她是第一位建树最多 但她可以在她那么大的建树之中 她对我们 对后辈 对其他人可以有一个很谦虚的大家问候 大家聊天 完全没有价值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 这个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 多年来 林施齐博士都煮得一手好菜 特别是他家乡的潮州菜 他和他太太亲自做一顿饭给我们吃 这种对客人的款待 是我很经历耶稣基督的爱和一份谦卑 因为他不会用你的工作和职位去界别你 他就像一个很平等的位置去对待晚辈 甚至有团体以林家的菜谱作为号召 为社区酬款 凡是尽心尽力的林博士 好乐意出钱又出力 但我们每一次的练习他都在 他就从头坐到尾陪我们一起唱 也有很多鼓励 如果他看到我们做得不足够 他又会提醒 在他身上我学到一种很特别的赞美文化 就是他看好的事情 然后希望我们朝着好的事情的目标来学校 乐观积极的态度 是林施齐博士从圣经之中学到的真理 他特意将一句圣经金句放入英国皇室 透过家国政府送给他一个西集的文章之内 这种小狮子就是我太太想起来的 她说香港的徽号 有一种小狮子 表示是香港 然后 这种是王记贝后努力面前 两个中国式的旗号 这两边有两种 一种独角兽、一种马 这种英文叫Beast 就是野兽 就是要做到极高级的 然后才准在他的徽号树 有两种动物 我说这树有两种动物 中间这树有一个龙 这条龙 就是表示中国人 这树有两棵树 就是木木 中间一个十字架 就是我们的基督徒 我觉得在王记贝后努力面前 在我们人生过程之中 都是可能帮助的 你说我最近多威胁 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忘记 最近或者你很坏也不一定 你也要忘记 就靠神帮助你 忘记背后 我们向他学习 但是我们不可以将人生 正在过去停留在那里 就努力 努力什么? 努力我们面前要面对的事 我一个很平凡 但是我每天尽做 一有机会我就尽做 他八十几岁 仲是 taking computer lessons 他把他电话返回来 比我们的回答远回来 更快速远回来 比我们的回答 我面对的时候我能否克服这个我不知道 不要说包山包海 不过我是敢说是愿意唱什么诗都说 没事的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和别人最大的分别 我觉得是这个 生死的我们的看法 我知道我深信在这个世界书 不论多少十年都是一个过旅客 我知道我们永久的家乡在哪里 我也深信我会见回我心爱的人 祝福的确据 祝福的确据 真的爱是何等高深爱我 我觉得和他很亲 我可以说他是我的 我是他 最后一分钟 每个人都要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美丽 非常好 人与人之间也好 大自然也好 花枣树木也好 音乐也更厉 我们向那个美丽来欣赏他 来感谢 来多谢神 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这样享受 在我自己的经历之中 时时时都尽量 我有一时尽量 自己和自己说 我是可以的 每一次我是可以的 就跌倒了 就是我點鼻歌做人 點鼻歌做人很多事發生 你又不給我面子 你又對我不夠尊敬 我又未受別人捧場 又未受別人覺得高舉 但他也是個我字 我經過失敗和痛苦 把我字拼了 一拼了之後 心安理得很開心 有很多人說是否希望 你能夠得到一個耐心的平安 真實的快樂 無形的資產是不得了那麼多呢 你試試吧 扔了個我字 接受了神 不妨試 沒有介紹錯的 你願意回應這個誠懇的邀請嗎 請馬上打恩與之聲的關固熱線 分享這份耐心的平安 真實的快樂 你也可以上網 在網站上網 www.sobem.org 留言 我們很盼望 和你一齊進一步認識生命的美善 願神祝福你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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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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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